繼凌晨1點左右 藍田平田村有單位因為電線短路而發生火警 相隔大約4小時後 西半山英華台一個單位 在清晨大約5點同樣發生火警 一對夫婦在睡夢中被龍煙燭醒 發現床尾的拖板起火冒煙 放忙報警及奪門逃生 期間敲響警鐘通知其他住戶 消防到場開後破舊 期間大約60名居民一度自行落樓疏散站臂 火警中無人受傷 警方初步調查後 懷疑因為拖板短路而起火